那如果念佛时没有观想佛像 只是念佛 临终时阿弥陀佛会来接引吗 平时若没有固定供养一尊佛像 临终时阿弥陀佛会献哪一个像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的阿弥陀佛 不是魔变献的 你有这个念头 你就见不到阿弥陀佛 你也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 往生极乐世界基本的条件是三个 信愿行 你这个地方不信 你怀疑 到底佛是什么样子 到底哪个是真佛哪个是假佛 只要架杂这个念头 把你念佛的功夫全部破坏了 那如果有这个怀疑 你在这一生当中供养一尊佛像 你不要管别的 你一生当中就看这一尊佛像 就拜这一尊佛像 临命宗师阿弥陀佛来接引 你一定献这个现象 那这个对你就很安全了 这是什么 你的职责没方向 所以佛很自卑 你执着 他要满你执着的愿 生反身 同学徒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